字幕作为 王晋温减 你从刚才节方程时你知道呢 它会充电 所以当T等于0的时候 它开始 客人开始过来 这边就开始慢慢充电 那充电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最后的电压 当它开始充电之后 当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时候 两边电压如果是一样的时候 就是这边也是 做出来的电压差 也是IPSON 这边也是V的时候 这两边就等电位 这边就不会有CURRENT 因为电位相等 这个电流过不来了 它没有一个ELECTRAL FORCE 让这个电子流动 没有办法 所以它要充多久才会变成零 你就看这个exponential function 这边 我当T多久以后 Q1会等于IPSON C 你看这个东西 原则上呢 T2等于什么 无限大 T2无限大 那么Q1等IPSON C 这是学理啊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知道在时间过 只要比RC大 变成比如说大那个三倍 E的负债 E的负债已经有点小了 E-E的负债 就 是零点零几吧 大概是这样 因为负T 所以你当T跟RC呢 有一段差距的时候 这个turn呢 E减这个就约零零 所以在实际上面呢 实际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什么 只要比 你只要比RC 比如说大个十倍 那你这个就是E的负债 E负债不得了 不得了 那这E减掉这个东西就 非常非常的小了 这个我没有写错 对没错 所以原则上呢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RC呢 这个dimension是时间 我就给它取名叫做 它的生命期 就是一个东西的生命期叫套 所以因为它的做出来东西 是跟什么指数有关系 负T分之套 只要T比T大一些了 两倍三倍四倍 那么这里面这个turn 约是 约什么 约是那个什么 就约趋近于1了 约趋近于1 这个turn就趋近0了 趋近0 所以呢 我们讲充电大概多少秒 多少秒 可以完成 就看这个T T越大 你充电需要越久 T越小 你充电需要 那个什么 越短的时间 好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呢 它出来是个微分方程式 如果以学理上 它要充电多少 才会达到U-Stone 原则上是无限大 你不需要无限大 因为R Resistance 是欧姆 C是什么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我们单位呢 我们讲过了 这个 Nano 那个什么 Nano 这capacitance 就是那个 就是 那个单位叫什么 下望 Feret 对 一个Feret 是不得了的大的 So Nano Feret OK Michael 的 Michael 那个Feret 也是很大很大 所以这里面一层 是很小的 你看这里面是很小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充电时间应该 时间呢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如果这个是Nano 这个是欧姆的 一个欧姆 两个欧姆 这个欧姆 一欧姆 两欧姆 是很小的值 那十欧姆 二十欧姆 OK 那有些东西 上百欧姆都有 所以它的 这个RC乘起来 一般合理的范围 10的 负6 负6 到 那个 10的负 那个 12啊 都可能 都可能 所以你充电 其实是很快 在电路穴上面 很快就充完了 所以这个 Tau呢 它的dimension就是 时间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讲这个放电过程 Discharging the capacitor 现在呢 我的回路改了一改 Discharge 我的电池 拔掉 我一个switch 这是我的capacitor 这是我的电阻 电阻 那当然了 有的人就问我说 哎呀老师啊 那你万一那上面 没放电阻呢 没放电线 本身就是电阻了 你真的如果东西 R是零了 不得了 那个Tau是零 知道吗 R-B-R-L-E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有电线 有电线就有电阻 所以它的电线上 Wire上都是有电阻 虽然很小 虽然很小 表示呢 X-Ti就变得很快 X-Ti就变得很小 那个Tau 好 我现在是这样 我现在假设这上面充满了电 这本来就有电荷 Q0 T小于零的时候呢 Z is charge 我们现在要开始 然后呢 当那个T大零 Switch上 那我问你呢 因为Switch上的话 这里成回路 成回路 那你这边有电压 这表示这整根线上 Electric Fill 如果是正 Electric Fill是这样 会有Electric Fill产生 使得呢 电荷开始移动 所以它会 Discharge 就负电往这跑 到什么 震电往这跑 所以这样的话 Switch on的时候呢 The current就会这样 流动 好 那我一样要写它的方程式 这方程是怎么写呢 我们刚才已经写过 有Charge 所以你写这个微分方程 写它的电压的时候 你可以用刚才那个Case 这是Case2 Case1的时候 我们得到 0等于 那个 我从那个地方 走过来 所以是 我走一圈 0等于 这个 0减去 Ir 减去 C1分之Q 加上 Eipson 等于0 Case1 那Case2呢 你简单一点 你就让Eipson 等于 那你方程式写完了 是Eipson等于 所以 0等于 I乘R 等于C分之Q 那你知道呢 I就是DQ DT 写错了 加上 等于0 加上 R C 分之Q 等于0 得到这个方程 就没有Eipson 得到第一个次子 那很多同学在这边有点疑惑 说我为什么不能用电压法直接写 因为没电池嘛 写出它的方程式 这写上程式好像有点不对 为什么呢 他跟我说 好老师来我们看这边 这是我电阻 这是我的capaciton 你现在没有switch 那原来这上面有正电荷在这 这我capaciton C 因为这正电位 负电位 电子呢 会从这里1到这里 所以我的电流 电路喜欢用电流 电流I是这样子 电流在的时候 好那你依照这回路原理 这边是高电位 低电位 所以我这边说好我这边开始 又从这边开始走 这0 V0 这0 0好了 这是V 好我们讲D 0 0 在这一点 开始过来 Ir 这样 所以0 减Ir 过来 capacitor capacitor 这边是负这边正 所以什么 这边是从低电位到高电位 好所以变成加c分之q等于0 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差一个符号 这你知道吗 因为你写错一个sine 这个sine不是同一个I的东西做的 它是一个I一个是q 不同的那个物理量 所以这个sine弄错号就不得了 维分方式错掉 equation错了 这写OK到这里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这个做错完I可以是正一个负 是代表顺时针逆时针流 q是可以增什么 变大变小的 你这个方向符合 这两面正负的定义 你要符合 你看这个I 从这跑这里 变成我的负电往这样跑 我问你 我随时间current变化的时候 本来没有current 数据一样 有current往这跑 current增加 current往这样跑 那请问这个charge 是增加还减少 对 这个case你注意 我这current往这边 虽然I是DQDT 可是你把它画成回路有顺时针逆时针的问题 我现在是这个地方是正嘛 我当我是正的时候 我charge是不断什么 客人往这跑 客人越来越少 所以你记住这个地方的I 原来写就是绝对值了 minus DQDT 你这个charge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客人是不断增加的 所以插在这个minus 再带回去就结束了 那这个简单了 这个你不会 你又加一个电池 写完了让电池没有电压 结束 就是这个equal 这样你不会错 知道吗 好 得到方程式 这方程我们不解了吗 这就是我们当初解的 Q1-Q2就这个 对不对 Q1-Q2就是我们刚解的方程式 就一模一样 所以我知道它这个解 所以Q 它一定等于什么 等于 又不懂 就是那个Q0 Q0不知道是多少 好了好了 就是再写一个位置数叫S0 做出来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解Y的时候就解到这个 解Q1-Q2那个方程式 就是这个方程式就解完了 起始条件 你说T等于0的时候 Q是0 所以initial condition 那当T等于0的时候 Q要等于我原来的电压叫Q0 所以Q的方程式解就unique Q0它没有位置向 1-T over RC 所以放电要多久 原则上 学理上是无限 TQ无穷 全部放电完毕 要无穷 但是只要大 这个三倍四倍 也就差不多放电完毕 差不多放电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剩下就是 一堆capacitor 一堆resistor 全部呢 并连串连 搞在一起 那你要怎么办 这个啊 就我教交流的 因为这个直流电很简单 那个交流电的时候 在告诉大家 我怎么处理 交流电会了 直流电就会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因为 现在学习过了一半了 因为期中考 期中考周嘛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电子要进入 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磁场 磁场稍微有点复杂 也是 我自己了 高中的时候 觉得有点心虚的地方 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 没学过维基分 没学过维基分 高中数学没有 维基分这个单元 学了一大堆其他的 然后时间又很短 一般的高中生 那时候都是 高三上物理 高三上物理 然后就 下雨就准备 要考联考了 考联考 就是考一次 然后他们那时候的方式是 联考分数会差很远很远 用一分一分算 所以你考出来那个成绩 大家一看 哇 怎么差这么多 拉得很远 那个spectron拉得很远 意思是他就是有些很多难题 有些很简单 但是因为是一分一分算 你的那个什么 最后要进你想要念的那些戏 也就是这样一分一分来算 所以啊 那个一年要学物理这一本 从这个历 那个那时候他们叫宇宙学 一直学到这个电池 这事实上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词学就学得不太好 好 我们今天呢 介绍一个新的单元 叫magnetic fuse 为什么会用magnetic fuse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我们想要了解它 我想要干什么呢 我的目标是 purpose 第一个我想要知道 understand 它的origin of magnetic fuse 第一个目的 然后呢 要做什么 交互作用的 词的交互作用的探导 interaction 想要了解这个 这两件事情 那我想要知道 origin这个困难 因为origin呢 不止一个 就是它产生磁场的理由 原因是什么 好 那interaction 实验现象 我先归纳出来 我想我可以做一些 找到的法则 做一些探讨 好 我们今天要先介绍 第一个 我知道呢 我们前面就学了 学了电荷 电荷会产生什么 产生electric fuel 那我们找到的法则呢 就是高斯定义 高斯洛 高斯洛 高斯洛就不用库仁定律 是一样的 有了高斯定律就有库仁定律 有了库仁定律 就知道它就辐射上向外出出来 你高斯定律就可以写出来 就很自然的结果 做一个相信 就是这个电厂 就看不见的电力线 在空中不会堆积 不会堆积 flux是向外射出就射出 不会存在那里 好 那我现在知道有磁场 很早就知道了 就几千年前的人就知道有磁铁 磁铁会有磁性 这个东西 那我想要问说 那磁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electrofuel 是个向量 所以electrofuel是个vector 好 那我现在 这当然是 这种东西不能什么 凭空想象 所谓叫凭空想象 这个物理学 这个要有事实做依据 所以要有一个 事实上 看到的现象 做依归 所以你知道了什么 有磁力 后来我们在描绘它的时候 喜欢用磁场 来描绘 make a nephew 那问题是 这个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产生磁场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需要一些证据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没有证据 没有现象 你不可以随便乱说 我做假设 你可以假设 但不一定是 几乎大部分都是错的 你一定要有个事实做依归 结果我发现了 第一个 想要问 它有没有像 电荷产生电场 那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磁盒的东西 磁盒 像电荷一颗一颗的这种东西 monopole monopole 这个monopole就像一个磁铁 上面一个北极 那也有磁铁的南极 那是不是像电荷一样 有一个北极 相对像那个 charge 带震电 一个南极 像一个 charge 带负电 有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尝试这么多年 还是都想要找monopole 结果发现找不到 我们在这宇宙里面找 每个年monopole 也有一些它的理论 如果是monopole有会怎么样 最简单就是一个大磁吧 一个边是南极 一个北极 这个无限远 不就是吗 这边无限远 一个在我在无限远的地方 这个就像一个磁盒 单一的磁盒 用这个想象去做 结果呢 我发现呢 找不到 你说 so far can not find find the magnetic monopole how universe 我到现在找不到 那第二个 可是呢 我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知道有磁场 第一个 我知道有磁铁 我知道有磁铁 我知道有磁场存在 我知道有磁场存在 它会磁 两个磁碟会产生交互作用 我这边都没 所以我磁你 你磁我 我晓得 所以呢 造成磁场的这个东西呢 第二个原因呢 现在我们发现 是moving charge particles 这有点不太 那个 不太好 因为是 有current 这个比较好 因为 moving charge particles 也不一定会造成current 它如果random 乱跑 就不会有current 磁场的产生成因 是因为电荷在动 所以它产生成因之一呢 又回到这个 电 charge 电荷在动 产生了 这个电荷在动啊 就造成麻烦 为什么麻烦 因为动不动是 对谁说啊 它不是绝对量吗 对吧 你不动 我动 不就等你动吗 那磁场 会因为我动 它产生 哪一想象 但之事实 moving charge particles 结果发现 还有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啊 一个东西带的 磁场大小 在一些 基本粒子 elementary particle 像什么 电子 你电子 你不动 它一样会有磁场 它不要动 它一样会有磁场 还有什么 proton proton 它proton不动 也没关系 它也会有什么 磁疾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电荷在动 空中会形成磁场 第二个 是一些 基本粒子的一个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它就会有磁场 它就会有磁场 基本上是这两个原因 那下面这个原因的比较 比较难懂 为什么它不动会有产生磁场呢 它其实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基本粒子 带一个特别的量 叫自旋 自旋 叫spin 这次你可以想象 想象一个东西 它没有linear motion 它在旋转 一样 这些东西在产生 那个旋转 但这个旋转不会产生current 你说为什么不会产生current 因为它转一圈 那个每个恰许都在这 它怎么会产生 没有产生current呢 spin这个东西 不是古典物理可以理解 它不是classical physics 它必须回到量子的世界 你才有搞清楚 什么叫做spin 原因为什么 因为电子我们讲过 我们找不到它的size 一个东西没有size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 叫做自转 什么叫spin 在classical picture 我想不出来 一个篮球在那边转 我知道它有自转 我看它位置在动 那个没头体积的东西 你告诉我 没有size 你什么叫做spin 想不明白 所以这个呢 是quantum physics 告诉我的 结果呢 它是对的 它讲的东西是对的 所以classical在这个地方又fail 它无法解释particle的spin spin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了spin 所以它会有一点小的磁场 小的磁场 基本上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现在呢 没有时间讲 没有办法再开始讲这个 我们讲我们classical的word moving chart 找出磁场 产生的原因 结果呢 这个在19世纪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有磁人 产生磁挤 然后呢 我们讲完了以后呢 想要 借着 因为我们当初了解这个 electric field 引进这个的时候 还记得吗 charge 会产生电场 电场为什么要讲呢 是法拉第先生的 提出的 他的想法 一直影响到今天 这个electric field 之所以会有 是什么来的呢 是因为看到 interaction 看到false来的 他当初就是要想讲 想办法描绘 为什么东西不接触 它会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他引进了一个东西 叫做electric field 空间有看不见的线 充满在这里 电荷放在那里 碰到那里 它就受受 受力 受力 我想 磁场有的时候呢 电荷也会受力 这我找到这个法 所以我想要定义 什么是磁场的方法呢 也想像 电场一样呢 想像电场一样 借着 电荷 什么东西受力 这个概念 把它定出来 把它定出来 所以我们要定义 现在我现在 还不知道这个 大概 这个世界的现象 告诉我一些 磁场产生的 那个 原因 我现在知道 弄了半天 是磁 那个 电在动 电在动 我们先见 好 那我的定义磁场 定义它大小 定义它的单位 那我当初呢 Electric field 是因为我看见 电荷 在那边受力 所以我定义是这样的 一个测试电荷 放在空中 像一个什么探针一样 把每一个地方的电场 把它量出来 因此我的测试电荷放在空中 我就看到它受力 它的力的方向 就是那个地方的电场方向 大小呢 等于力除上我的 猜磁电荷的电量 我就用一个单位的 设施电荷来测 我就可以知道 Electric field 大小 那我现在B 等于什么 我要定一个东西出来 就发现 弄了半天了 磁场定义 你不是这个东西 对什么另外一个磁棒做 因为没有什么 我找 第一个 我没有monopole 我找不到monopole 那diple我要下面去讲 我想要知道diple 既然没有monopole 那你为什么会产生呢 后来我们讲到磁棒 会有每个电子diple 磁棒 小磁棒 那个原因我知道了 我后来再去 再把那个 它的产生的机制 把它找出来 可是我现在想要 第一个介绍 这个magnet field 这我magnet field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像 一定要有个力 它力形式是什么 所以这是 experimental facts 什么东西呢 我发现 我磁棒就是 找了磁棒 我知道东西有个磁场 我这个中的磁场 什么都会跟它产生交互作用呢 弄了半天是去 所以我的力跟什么有关系 所以发现这个磁 我为什么写个FB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弄了半天 原来是带电荷 它会受磁力影响 大家除了跟带电荷本身的恰吉有关以外 还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要动 有关 它不动 你那个恰吉巴黎 它如果是不动的 没有linear motion的放在空中 我磁场在那边 我这个磁棒在附近 它也不会动 这个不 就是那个带电荷也不会受到力 所以我发现B 除了跟带电荷电量有关 它受到的力 跟带电荷动量有关 还跟它怎么动有关 找出法则来 这些法则刚开始都是观察现象有的 不是凭空想象 所以发现FB 它跟什么 它使带电荷能动 它有速度 好 那我就开始测 我想像用这个东西 想不想把这个因子消掉 可是 这本来是除Q的 就结束了 现在它光除Q还不行 为什么 它跟什么velocity有关系 跟velocity有关系 所以有了velocity 这个V又是relative 的physical quantity 每一个坐标系看V都不一样 搞了半天我看到一个东西受的磁力大小 还跟我的观察者有关系 我不同人观察得到的force都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呢 不管了 但你遇到的事实 你还是要做 继续做下去 所以它跟Q跟V有关 然后我来测 测什么 我得到力 这个力的方向 力的方向 你发现 哎 奇怪了 我得到力的方向 怎么做都跟什么 跟这个动的方向垂直 它不跟什么charge不一样 charge这个它没V 这个电力没关系 没有V还好 然后受的力大小呢 那方向就是我以来测试一下定完 可是这个呢 你得到QV 然后那个方向不是跟它平行 是跟它垂直 垂直 好 我想引进一个东西叫做长 叫B 找出它的观念 发现了V的方向 你发现FB Direct一定是垂直 V的方向 应该这么说 对了 它最后得到的力的方向 一定跟V是垂直 垂直 但是它垂直还是 这两个之间有些关系 因为你一个东西跟它垂直 对不对 一个Direct跟它垂直 垂直呢 可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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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FORCE跟这个VELACITY呢 有些关系 方向有些关系 最后我们发现了 找到 就经过一大堆数据以后 观察以后 你发现了Q B 垂直所以它有个cross turn 叫做B 后来我把这个cross turn 剩下那个方向 然后而且那个磁棒的强度 有关系 你今天放两个磁棒 放在空中 建立的这个叫做磁场 跟三个磁棒同在一个位置 一模一样的南北极 然后叠在一起 得到大小是不同的 你现在知道有个大小的概念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 FB等于QB cross B 有一个这样的法则 这个是实验找出来的规则 所以这个magnetic field就比电厂复杂 那个B要怎么定呢 我定一个B 现在什么 实际上是力 要除以什么 要除以这个 那个Q 跟电量有关 还跟Velacity大小有关 还跟方向有关 但是找到一个这样的法则 我的那个 现在量一个东西的magnetic field 变成是 我找一个单位电荷 还要什么 找一个东西 单位电荷 它最好什么大家 就是一秒钟走一公尺 的那种 才能把那个magnetic field 才空中 它的方向大小 才能够map出来 map出来 所以刚开始我们学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一点困惑 因为V跟坐标系有关 不同的人看 一个东西的速度是不一样 结果 你如果写成这个法则之后 找到这个法则之后 意思就是告诉我 不同人看到一个带电荷 所受的磁力是会变的 所以我跟着X去跑 这个就不受 在磁场里 这个东西不受力 我跟着这个X去跑 依照你这个写的法 我如果跟着X去跑 V是0 Valessa永远是0 所以它在磁场里面 它不受力 那我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我没时间了 但我告诉你怎么解释 就是相对论 在上学节我们讲的相对论 是一模一样的transformation 后来就发现了 没关系 你不动没关系 就是你跟着跑 在一个磁场里跟着跑 旁边会出什么 出电场 会出电场 那个电场 会对这个X去产生作用力 所以最后作用力加起来了 不管你哪 不管你有没有动 这个带电荷 受的力的大小 总是那么大的 因为什么 是磁力加电力 加起来的结果 对不对 因为我对着X去如果做一个等数运动的话 做一个等 我跟着他跑 我跟着他做一个等数运动的话 这个 看到这个东西受的力的大小 不应该跟我有关系 怎么会跟我有关呢 我又没干扰他 对不对 所以后来知道 这个1 弄了半天 因为1的 这个B的产生 是跟这个 那个Charge有关 Charge Emotion有关 所以呢 那个空中建立电场的时候 旁边一定有电荷 才能产生电场 然后呢 你跟着Charge跑 你本来不跟他跑的人 不跟着你这个测试电荷跑的人 你看到测试电荷呢 它在空中在流动 它会有current 对你来说 它有电流 或者是它有velocity 那么它就会受磁力 你那个测试电荷 它就会是 因为它有velocity 你在一个磁场里面 它会受磁力 受磁力 但如果我跟着它跑 它不受磁力 但是不可能 我看到一个东西受的力大小 应该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跟我这个人动不动没关系 就发现是真的没关系 只是呢 受的力也是一样 只是那个力到哪去了呢 FV没有 但是Electri-Field产生 Electri-Field带着那个Charge 产生加速运动 就测试下这个 你跟着那个Charge跑 没关系 Velocity V前进 在某个T的时候 可是你在磁场里面 不受磁力 所以你认为这个V 应该是等数运动 可是你看到V 它不会是等数运动 为什么 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坐标 看到这个Charge 有Velocity一样 它们都会看到 它们受同样的交互作用 有一个力在那边 迫使这个带电荷呢 改方向 改大小 Velocity必定改 必定改 那为什么会不改呢 后来我们就知道 你跟着Charge跑的时候 在一个磁场里面 旁边会产生电场 这叫磁升电的原理 这个电场大小 使得 因为有电场了 那时候产生电场 这个Charge就被什么 受电力了 它一定要改它的方向 所以变成了一切 有了相对论之后 有相对论之后 我可以解释 解释为什么磁场 我对它 在一个磁场里面 我对着它跑 我对着磁场 我对这个磁场 在宫中 那我在那边跑 对我这看的人 旁边就会伸出电场来 这我知道原因 这原因就叫做相对论 所以这个相对论解释了电磁 但是我们是先了解 电磁交互作用 最后才发现 噢 搞了半天 这个磁可能电是 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它们造成的原因 根本根源 是同一个 就是因为有电荷的关系造成的 好 第一个原因 磁场产生的 那第二个原因呢 不是classical 这个世界能解释 就是那些 基本粒子带spin 带自旋的东西 它就有一个像小磁棒的 小磁场 在那边会产生 那会是多少呢 古典物理 没办法告诉你 但是量子物理可以 好啦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呢 定义了 把它定成这样以后呢 所以我们 磁场的定义就是什么 所以 力除上 测试电荷 电荷大小 那除上什么 再除上 跑的速度 所以呢 它有一个 unit 这个unit呢 这个什么 单位 这个 那个 对 unit 我们要给它一个 基本的那个单位 这个单位叫做 Tesla Tesla Tesla的意思就是 一牛顿的力 你的 一库轮 乘上什么 下面分母是meter per second 每秒钟 每秒钟 一公尺 那这样的单位 叫做Tesla 这样做的是Tesla 这个一个Tesla的电量 这个 那个磁场的大小 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把它呢 再 缩小一下 Tesla 等于10的四次方 Gauss 基本的磁场的单位 一个Tesla 是10的四次方Gauss 那个什么 以前我以前 办公室的那个 10 以前 呃 我刚回学校教书的时候 有一个office man 他就是做 做有 有关于 那个半导体方面的研究 所以他们需要有 磁场 可是造成困扰 因为他需要高磁场 所以每次 高磁场一开 磁场 你有什么 电脑在旁边的话 你发现糟糕了 为什么 那些电子向射过来 那些东西 那时候还是那种螢幕 不是那种液晶的嘛 是那种 映像管的嘛 那时候摄出来电子 摄这个磁场 那开始 跑打到那个 螢幕上的位置 不是原来的位置 你发现那些画面 开始变形 这下场呢 怎么办呢 那抗议 说你拜托 不要在那边 在那边开高磁场 高磁场会让 影响我 我的电脑不能用 再来一个什么 高磁场会让人家害怕 我怕我身体受伤 受伤害嘛 都受这个磁力一样 我为什么电子在那边 跑了它偏转了 它会害怕嘛 对吧 那个你看那个医院里面 有时候核磁共振啊 有磁场 高磁场 要把你这个 推到一个 一个 一个 那个机器 那你人的头啊 比如说造成你 造你的脑啊 那那个磁场 给它一个磁力啊 产生那个核磁共振 来把你检测 你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啊 那这个高磁场啊 跟那个旁边的人 就是最好不要接近嘛 这是不得已 才要让你去接受检查的 所以那个磁场 那磁力啊 一个Tesla 其实是很强 这1.5个Tesla 像我们做实验的 1.5Tesla 就是我们做的实验 非常大的 大磁场 这个 一个数量级 那 有的时候呢 就是方便了 就是 就把它改成了 那个比较 用的比较小一点的单位 那 是它的 十的四次方分之一 叫做Gauss 好 那有了这个 那现在呢 很好啊 你定一个东西大小 啊 请问方向怎么定 QV cross B 好 就想像 电场有空中看不见的线 叫做电力线 那你磁场 是不是有空中看不见的线 也有啊 叫做磁力线 你磁力线要怎么画 对 啊 其实就是每个力 每个力 受到的力 对不对 现在不是切线方向了 力的切线方向 现在是什么 每个人量 它要跟 FB 要垂直 还要跟V垂直 因为你找到法则是这个 但是因为它是V cross B 所以方向呢 就不是B cross B 就刚好相反 所以我磁力线 是也可以用 这个测试电荷 想像是一个probe 量一个东西收力大小 然后我自己带电荷 这个电荷拿去收 我自己知道 我原来那边的速度是什么 反正三方要垂直 这是我的B B的方形 要满足V cross B 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定义 一个Magnetic Field 那最后我们介绍这个 就下课了 就提一下 B A here is a vector 你发现了 它也是像 它是有方向 有大小的量 那它跟Electric Field 这个Vector呢 那个也叫Vector 这两种Vector 在数学上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 这个Vector呢 我们俗称叫Axial Vector 或者叫Sudo Vector Sudo就是假的意思 这个 下面的Sudo没有那个A 啊 PS 不是PHS Sudo Sudo是虚的 是假的意思 他说这个Electric Field 跟这个Magnetic Field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一根 叫做 一个东西叫做镜子 镜子的对称性的关系 因为真正的Vector 我就讲这个例子 完了就下课 你很好想像 这个东西物理跟对称性 是息息相关的 但有一种对称性 我们称为叫做Parity 或者叫Reflection 镜子 跟旋转不一样 做镜射的时候 是不能用旋转 怎么转也转不出 那个镜射出来的结果 我们叫Parity 或者Reflection 那我讲这个 就下课 很简单 今天有车子 有车子 有车子 这有车轮 它对着 对着往这个地方开过来 车轮在这样动 我今天放一个镜子 Mirror 那你在 右边的世界 你会看到什么 镜子的Reflection 反射 Reflection 这边就是一个车子 它是这样的车子 这边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往这个方向动 镜中的世界是这样 车子呢 还是这样往前进 这个车子也是什么 往前进 啊 往前进 问题来了 今天呢 我拿一根杆子 指这个方向 经过镜子 那你去问杆子指哪里 往这里 镜中的世界 跟我应该成这样的对称性 可是我的Magnetic Fuel 不是这样 一个东西往前转 我做出来的是个Cross 往前这样转 好 我就假设 我最后做出来的法则什么 跟力方向跟V都要垂直 我的B做出来呢 最后我找的磁场呢 比如说我今天指这个方向 轮子往前转 我最后的Magnetic Fuel 做出来会这个方向 镜中 这个轮子还是往前转 我得出来Magnetic Fuel 仍然不变 它没有一个reflection的概念 你看我真的做了一个干子指这边 你这个经过镜子 应该指这边 Electric Fuel就是这样 但Magnetic Fuel不会 它经过一个镜射 镜射出来的 两个Vector效果不同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呢 称为Pseudo Vector 或者Axial Vector Axial 像轴一样 那以前我没告诉大家 这边的存量 Scalar 存量 也有一个镜射 类似镜子一样对称 如果它经过 因为存量没有方向 经过镜子对称过来 变什么 不变 那我们讲的存量 可是有些没有方向量 它也是存量 它经过镜子 镜射它会变号 那样的存量 那样的存量 我们就称为 Pseudo Scalum 经过这个镜射 会跟你想象中的镜子 是的效果 会不一样的 我们就前面就灌在 一个东西 像量因为有Direction 存量没Direction 那个Flat Reflect 这边一个存量 没Direction 所以经过一个镜子 应该还在这边 还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有些存量 经过一个镜子的对称 Reflection之后 它会变号 符号就差一个minus 那我们就称为 Pseudo Scalum 这边讲的就是数学 这边是Suto 有一个Pseudo Vector 那Magnetic View 它是Pseudo Vector 因为它像个轮子在转 它是做的是 某些向量的外积的结果 然后那个电场呢 根本就是那个方向 镜向的方向 它是辐射线 像四面八方散出的 磁场不是 不然因为东西要动 它是什么 在外面旋转 像个风车一样 转转转转转转 磁场跟你讲 天生就是这两点 这一点不同 我们下礼拜继续 在外面上 我们下期见 南无法 不来 到外面上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